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加繁荣富强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首都隆重举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 胡锦涛检阅授阅部队 并发表重要讲话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大约需要37分钟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六十载奋斗创业 一甲子春华秋时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拜着雄剑的步伐 走过了六十年光辉历程 迎来了六十华旦 今天上午 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大会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隆重举行 二十万军民 以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 欢庆伟大祖国的 这一盛大节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 检阅授阅部队 并发表重要讲话 江和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 出席庆祝大会 国庆佳节 中华大帝万众欢腾 首都北京繁花四景 在蓝天白云映衬下 修其一心的天安门城楼 更加金碧辉煌 庄严雄伟 城楼红墙正中 悬挂着新中国缔造者 毛泽东同事的巨幅彩色画像 微微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树立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天安门广场上空 采齐招展 八万名青少年 手持花束 组成国庆二次的巨大图案 使整个广场成了花的世界 欢乐的海洋 上午九十五十八分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明 李长坤 习近平 李克强 各国强 周永康等 当各国家领导人 来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 实时整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刘琦 宣布庆祝大会开始 六十响礼炮 响彻云霄 六十名佩戴红礼金的少先队员 行少先队队里 二百名国际护卫队官兵 护卫着五星红旗 迈着铿枪又利的步伐 从人民英雄纪念碑 行进至广场北端的升旗市 由一千五百人组成的 中国人民主帮军联合音乐团 四十五百名国际乐团 全场齐声奥唱 我们的血肉 注注我们的心里长城 中国的祝福调料 自立自立时候 每个人为国度发出 最努力奉向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的观众一心 到着敌人的跑步 行进 到着敌人的跑步 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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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锦涛乘坐国产红旗牌剪阅车 经过金水桥 驶上长安街 主席同志 受阅部队 准备完毕 请您检验 阅滨总指挥 党总会 开始 是 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奏响 不仅掏乘车 沿着宽阔的长安街 依次检阅 有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 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民兵预备一部队组成的 四十四个精神抖擞 装备精良的地面方队 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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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简阅后 胡锦涛登上天安门城楼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说 全国同胞们 同志们 朋友们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在这个世界上